大家好 這是一節特發的 澳門短訊 澳門簡訊 澳門政府規定賭場的莊河或所有員工 入賭場之前就要有48小時核酸 我們畫面所見 看到 大量的澳門的賭場員工 冒著大雨排隊做核酸 這件事搞得民怨 沸騰 搞得很擾民 之後 澳門政府很短時間收回這個決定 每個人上班之前 就自己做一次快策 沒事的就開工 這件事 我也覺得 賀一誠 他也還有一點人性存在 不像大陸那樣極端 始終他也在澳門 澳門大 澳門人 起碼也不會像大陸的黨軍那麼離譜 我也覺得 賀一誠 作為一個 地方官來說算是不錯了 起碼 他也完全 不是無動於衷 反而香港那群 就真是糟糕了 如果要比較 賀一誠 比香港好很多 所以你看到澳門人 那麼順從 原因就是他們也有個父母官 真真正正都當他們是人 香港那些 不是 香港那群狗官 不當香港市民是人 所以 你會看到 從善如流的事情 香港不是會經常發生 而澳門 的確 他們看到人民 好像這樣不是那麼好 會作出調整 起碼 一句說話 還有人性 不是完全以黨性 而香港 就沒有人性了 只有黨性 然後後面的片段就可以看到 這個排隊去受核酸 人山人海 逼得很緊要 甚至乎有機會出現人踩人 三條片加上分幾宗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澳門 其實 那麼多人逼在一起 還以感染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 大陸那種政策是害死人的 不過 沒有辦法 你們這些是政治 不是防疫 這次時間 不斷說了那麼多 接下來有新影片再跟大家說 我都沒有排隊的 你叫我們出去 整個都沒有排隊的 整個都沒有排隊的 阿Sir 有些人沒有排隊的 我都要去前面 全都要去前面 全都要去外面 那幫人 進到來 這輩子的 剛才我們派得很好 全部從衝突出來 進到來 全都要去外面 全都要去外面 我們看過幾年 都要去外面 都要去外面 接著到去外面 我先去外面 這是全都要去外面 全都要去外面 對 很精緻 他們都要去外面 那些快要去外面 那些快要去外面 他們要去外面 今天 這些快要去外面 全都是衝人 又吃人 還去外面 現在 在外面 我都要去外面 叫人 老婆 大混亂了,打了架了,入去了,你看大混亂了,怎麽搞啊,你看啊,你看啊,打了尖,我不入了,我懶得踩死啊,你看啊,打了尖,现在,做不了了,现在,失控了,失控了,那搞法大混亂了,我不气进去了,我懶得踩死啊 我懶得踩死了